高尔夫球已逐渐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 新山的高尔夫球场也凭借地理优势 交通便利、可负担价位和完善的配套设施 吸引国内外球手的青睐 作为国内一大高尔夫球旅游目的地 新山有不少优质的高尔夫球场 坐落在伊斯干达宫主城的森林城市高尔夫球度假村 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单元的新山演 请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前往森林城市 深入了解一座具备国际水准的高尔夫球场背后的故事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是下雨比较多的国家 所以森林城市的球场在设计建造的初期 就做了很详细的设计和规划 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国领、发球台、球道、 长草所有的区域下面都建设了地下的一个排水管网 然后包括我们的球道和长草也是实现了一个完全的覆盖 最大程度的实现水的循环利用和水资源的节约 那我们在当地建设的时候呢 也是最大限度的就地取材 在球道和整个球场建设的过程当中 大量的使用海沙 这样也对我们整个球场的排水是比较的有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森林城市的球场 总能在每一次的这个暴雨之后 快速地恢复到一个打球的状态 和世界各地的这些好球场 类似 我们除了重视球场的短期的这个外观品质 我们更注重球场的长期的一个持续的健康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养护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非常注重一个持续 可持续和健康的一个概念 那大家现在看到我们的球场 我们整个的果领 我们的根系是平均都在十公分以上 我们整个球道的根系 更是平均都在二十五公分以上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们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不仅是一个美丽的球场 还是一个健康的球场 我们森林城市球会 现在拥有两座十八栋的锦标赛级标准球场 其中呢 传奇球场是由高尔夫球界传奇大师 尼克劳斯和他的儿子尼克劳斯二世 两个人联手设计 这个是金雄父子党的首次联手 这个这样的球场整体来说 在全世界来讲应该是少有的 传奇球场是标准杆72杆的球场 全长7386码 是一座独具特色的沙漠森林风格球场 传奇球场里面呢 它宽阔的这个球道和产草 连绵的椰树和沙漠 粗管的蓝尾草和铺尾 还有原始的红树林和溪流 共同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 经典球场是由中国资深的高尔夫设计大师 梁国坤先生设计 那这座球场呢 从设计布局之初就着重地考虑 土地的节约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以及打球 运营的这个路线的合理性 球场设计了多层次的园林景观 充分使用单地植物 确保了景观养护工作的可持续性 虽然鲜花在许多热带球场并不罕见 但产内大量开花植物的应用 极大的丰富了景观的层次 漫步于球场当中 每一栋都有水井 充分体现了设计师 源于自然 回归自然的设计理念 实际上我们球会 现在接待的客流里面 本地马来西亚籍的球手是最多的 这其中吉隆坡的球手 又多于新山本地的一个球手 我们球会实际上对于青少年 对于高尔夫职业球手 还有对于教练 一直都是非常关注 并且有很多的扶持的政策 这其中我们对于本地的一些职业球手 我们是持一个开放和欢迎的态度 包括我们虽然球会自己 也有自己的这个PGA专业教练 但是现阶段也有外面的 这个韩国籍的PGA教练 在我们这里是开办了一个高尔夫学院 和我们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那作为我们来讲 首先我们森林城市 是有自己的一个高品质的球场 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我们的定位也是 想要把我们的球场 打造成一个本地的一张名片 然后在本地呢 我们也在积极地和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 以及和我们的一些渠道伙伴 去努力地开拓一些更加便利的这些交通资源 同时呢 我们碧桂园集团也在尽最大的努力 去打造我们自己的一些完善的配套设施 所以这三方面呢 我们都在努力地去做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未来呢 把这里重新打造成一个新的 更火热的高尔夫打球目的地 也希望也欢迎大家来体验 咱们碧桂园的一个高品质球场 我们是亚洲百家球场 也欢迎大家来体验我们的五星级酒店 以及我们的这个水上乐园 以及我们的一些沙滩景观 以及一些附属设施 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的到来